相信有很多的這個觀眾朋友 昨天也有透過的毛哥的直播 你也想看看啊 在這個廠的周邊到底有多少人 那我們就要順便先問到 剛好在地的這個治保清委員 你昨天就你所了解的一些情資啦 當然我們知道還有動用了北桃園 南桃園都有好幾台遊覽車 一車又一車送進來 那確切狀況又是怎麼樣的 那另外還有 你要說他是2.0也好 你要說是鄭文燦3.0都也罷 但是他們現在很急 是不是也因為鄭文燦有很多 在他執政過程當中不好說的 而這些你也要主打 你說呢 因為這一次的巴德運動中心 也讓大家看出來說 哇 這天災又揭露了人禍 所以你已經要逝施了 你說你要把這些鄭文燦的 貪賬王法要全面開戰啊 對 我們可以看到啊 這個 這個羽毛球館 發生的問題 看起來是小地震 但是實際上 後面帶來的是 非常大的 小天災帶來大人禍 對 我們可以看到 開始的時候鄭文燦怎麼說 說我蓋鍋承受 看起來很有擔當的樣子 結果過了兩天 就突然之間啊 請這個 網金帶梗圖說 這個是救國團要負的責任 過了第三天 就說什麼 贏助贏照要負全部責任 我請問大家一下 你不是承受嗎 蓋鍋承受怎麼突然變成這樣 所以他只是在責任往外推 更離譜的是啊 往外推之後 根本就不照顧 整個討厭人的感受 人民的生命財產 都沒有受到保障 所以鄭文燦靠著這個 媒體 靠著這個公款 國家的預算 來跟啊 媒體交往 塑造了一個 五星級的市長 結果這五星級市長啊 馬上就是被全世界打臉 所以大家以為說 那個鎮量是在桃園 其實不是 鎮量既不在花東 也不在桃園 是在鄭文燦的身上 鄭文燦一震 怎麼樣 把這個羽毛球款震垮了 然後把蔡英文帶領的團隊 震垮了 更嚴重的是什麼 變成疑笑全世界啊 丟臉丟到全世界去了 所以這個鎮量是在鄭文燦的身上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到現在為止 我們的檢調通通不動 像這個羽毛球場旁邊的北景雲 就是整個工程的統稱 這個人家在去年的一夜 去年的一夜一年多了 快兩年了 提出來記名的檢舉 說這個涉及了貪毒 涉及了收費漏 根本在整個驗收過程 很嚴重的問題 提出檢舉 記名的檢舉 到今天為止 通通沒有再做 也沒有再調查 所以我們的檢警調 通通睡著了 沒有再查 所以我為什麼去提告 就鄭文燦涉及了賭職 圖利 以及這個背信罪 檢調把它動起來嘛 要去查一下嘛 好 鄭文燦有這麼多有問題的工程 我請問大家一下 鄭運鵬說是 或是燦歸這個 正規正水 正規正水 或者是燦歸盆水 那我請問一下 鄭文燦這麼多貪污舞弊 你是不是要跟誰著做 是不是啊 所以你不是2.0嘛 你是把鄭文燦 你是不是要繼續包庇下去 還是你敢不敢 把鄭文燦這些 有問題的工程 一一把它掀開來 讓大家瞭解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鄭運鵬啊 到現在為止 對政策發生這麼多的問題 他從來沒有講過 真的耶 因為巴德那個事情 在事發的隔天 我們就開始要去洗 不管是他的臉書上 有沒有PO文關心啊 或者是他受訪的時候 有沒有提 只字未提巴德的這一場 他就跟著大哥嘛 大哥講什麼 他跟著他 太上市長講什麼 傀儡市長怎麼可以多講話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啊 這個整個鄭運鵬啊 對鄭文燦的事情不至於此 甚至還跟隨他 那更離譜的是張三政 張三政既然沒有講過 他只是在做做文字遊戲啊 抱抱怨啊 從來沒有具體的行動 你鄭運鵬支持這個抄襲 挺抄襲 他大聲的罵這個張三政抄襲 張三政在罵別人抄襲的時候 現在遇到自己的時候 他從頭到尾沒有講清楚 所以我明白 當然我也是受害者啊 也說我是抄襲 問題是全世界 寫台原的民靈化改革 我是唯一的一個人啊 所有市面上講台原的改革書 都是我寫的啊 我請問我要抄襲誰的 一樣被抹黑 但是我講得很清楚啊 中東大學給我說我沒有抹黑啊 沒有抄襲啊 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現在講說問題是 就是所有的這個張三政啊 都在搞文字遊戲 然後做文比賽 就說一說就算了 沒有任何具體的作法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啊 這個我在這裡要呼籲大家 請台灣市民跟我走 我跟大家一起走 台灣就會有好生活 寶經委問一下 昨天在現場啊 如果撇去這些是 由遊覽車動員的話 剛剛紐志哥也在講嘛 大家現在開始要準備關風向 到底我們的蔡英文總統去現場 還有沒有這種 含水會結凍的能力呢 在桃園 我想很容易觀察得到嘛 來的人大部分都是靠遊覽車 再來的嘛 一台車給8000塊 便當前一個人給100塊 苗栗有一個人給請200 一桌請2000塊 一個人就是200塊 被起訴啦 那我請問你 鄭英鵬給100塊要不要起訴啊 這法律有規定不可以超過30塊啊 炒米粉他認為說 至少在30塊的 合理換的有人吃多有人吃少 這個他是容許的 但是給100塊 這是不容許的 我請問大家 鄭英鵬膽大妄為到這種程度呢 以前我們在民進黨時候 其實要拜託動員都偷偷摸摸 講說你動員一下啦 看你請的車子多少錢 我電給你啦 哪裡用花公文的說啦 一台車一個人動員五台車 一個候選人動員五台車 一台車給你8000塊 五台車給你就是 8乘以5就是給你4萬塊 哪裡有敢這樣做 不敢這樣做 就是膽大妄為到這種程度啊 我還講說 這種最重要就是 百姓的觀感很差啦 就是你都靠動員 更離譜的是 昨天8點多就結束了你知道嗎 民進黨的活動 什麼時候8點多結束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8點多你不結束 人家就走了啊 部隊就帶走了 一個人就是要開走了對不對 所以8點多就結束了 所以以前我們知道 以前民進黨在前盛時期啊 這個群眾啊 不到12點都不離開了 12點時間到了 拜託大家趕快離開 大家才慢慢散掉 現在不是8點多就離開 你就表示什麼東西 那個向心力已經在大幅的下降 我今天看到啊 對政黨的制度 民黨已經退到最後啦 其實這個我在講說 社會科學 它就一直不停的 每天在改變 所以每天在改變 所有政府都要觀察得到 為什麼在改變 為什麼出現這種 整個改變的現象 為什麼會產生 我們只要了解這一點 你就知道說 你的政黨背離了你的核心價值 背離你的建黨精神 那很快就沒有希望了 大家今天大包掛 現在要來開Turbo拼計月數了 這況你們動動手指 沖一波 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多多普克 上這個夢夢水 獨家配方起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 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蠶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感能力 還有德國陽光局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鐘 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 酸甜好喝